我们就开始讲一讲《故事简介》 现在才讲《故事简介》 这段起码是第一第二部分 《故事简介》其实很简单 《故事简介》在TV版的半年之后 就是2020年的6月 不,2019年的6月,刚才讲错日子 更正了 TV版是2018年 现在电影版是2019年 你那年份好像有开麦之前 我刚才好像有提及 更正了 就是TV版《故事简介》 《故事简介》是2018年9月至2018年11月 《故事简介》 《故事简介》 过了半年 到2019年的6月 就是《故事简介》的开始了 而最后《故事简介》表白是2019年的10月 是的 更正了 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开了麦 我已经忘记了 更正了 但好像还没有在正式节目前 但不要紧,你先说一下 就更正了 就是这样 在TV版的半年之后 《故事简介》终于意识到 他拖了《故事简介》 《故事简介》有多久了 然后他就在开始要准备《学圆祭》的时候 就跟洛海说 洛海 我决定要跟《绿花》表白 嗯 你会不会辞了些,臭小子 不要紧 正所谓 辞有辞好 你可以选个大 event 跟《绿花》表白 那 《绿花》一定会有好运气的 大 event 《学圆祭》 然后就决定在《学圆祭》表白 但就在决定要表白的时候 Gridman和新世纪中学生 以及怪兽再次出现在他们这个世界里面 嗯 除了怪兽Gridman 他们一行人之外 在《大纳之龙》的世界 神经病 在《大纳之龙》的世界 就逢他们《塞马队》一行人 也都穿越了过来 然后就在和两次的怪兽战斗之后 连骑士军和《二代目》都来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就发现了一件事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绿花》一直觉得 为什么这个世界好像怪怪 即是自从Gridman他们回来之后 就好像怪怪的 然后 当他察觉到这件事的时候 在第二次的怪兽集击之后 这个 这个 战斗员的 的 的全能力 和 和 Iso Iso Gridlight 被突然其来的 出现的Gridlight 集击 就消失了 然后在这个 变回做安琪 在Gridlight变回做安琪 和这个 乖兽少女 阿洛西亚斯 的说明之下 就发现原来这个世界 一早已经变成了一个混沌的世界 有一个人 就在Gridman 离开 这个 导娟台 就是TV版最后一集 Gridman说 我们走了 多谢你们 朋友 走了之后 就在走了 一走了 Gridman 就被人捉了 这个 神秘的人物就将Gridman 变成了一个宇宙 然后再将它和 ,杜娟台 融合了 然后再将 Gridman 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宇宙 利用Gridman的合体能力 将它集合 在这个 杜娟台的宇宙 这个就是今次事件的开始了 而在 阿洛西亚斯他们的推测之下 这个敌人 就是想利用这个封闭了的宇宙 将整个宇宙倾向混沌 去收集能量 得到 庞大的能量 令到外面的宇宙 得到庞大的能量 就可以干涉到其他外面的宇宙 将外面引向混沌之旅 应该就是 大致上就是这样 然后 在这个情况之下 怎样可以 在这些事件中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 愚太去找回真正的Gridman 回来 只有 有接触者的愚太 才可以 和Gridman 才能救回Gridman 这样 但是这个时候 就出现一个极度之重要的问题 因为现在Gridman 是变成了一个宇宙 那如果要和 变成一个宇宙融合的话 即是区区一个犯人 因为愚太是不会承受得住的 那 但是愚太即使听完这个时候 他也是说 不要紧要我去 Gridman在等我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想愚太 嗯 在表白 他是会拖了一年 嗯 但是要拯救 需要拯救的人 他是会毫不日宜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这个就是我们的愚太 嗯 是的 然后就 在这个 Gridman universe 外的 次元的 最好的朋友的帮忙之下 那么愚太成功和Gridman SS Flash 这样救回Gridman 那就和这个 嗯 然后再联同这个 塞马队 Dynazelon 就一起 和这个最强的朋友 就去凝击这个最强的敌人 Mate Origin 简称暗黑羽公监督 是 是的 嗯 然后在击退了他之后 那就 愚太也都成功在这个 在这个校园祭那里和鹿花表白 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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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就 结束了今次的事件 然后就 然后就 愚太就和鹿花去了 这个 温泉设施那里拍拖 然后就被人说 你第一次拍拖 你第一次和鹿花出街 鹿花听到跟你第一次出街 他化行妆 选择好漂亮的衣装 出来 你就直接把他进去洗澡 你有没有想过他有什么感受啊 是的 然后就被这个 已经变成 成为这个 戀爱 戀爱老智常 戀爱大怪兽的 前辈 就 教训了一番 嗯 是的 这个是后话 哈哈哈 故事简介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 因为 因为 大浪很简单 但是 精华全都在细节里面 没错 是的 这个故事简介来到这里 我们就 继续进去正题了 那我们用角色做线索去说 角色或者是 直接用这个 喜爱的场面 因为 都可以 都可以 是的 这样就 你喜欢啊 你想怎样 我没错 你 有一件事想说先的 就是 我自己想说的 余泰 余泰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很聪明的 或者说 跟我们 想的差不多 因为 SSSS Gridman 是不是 余泰 就说 是 Gridman 但是 你大概猜到 就是 他整个 他整个人的表现 性格 你觉得 他那么 那么 那么害羞 你觉得 你猜到 不是Gridman 演技好 那就是 其实应该是 他表现出来的是 用原本的余泰 来做底的嘛 嗯 那到现在 可能我们这个 新角色 在余泰 终于正式登场 那么 那 跟我们估计差不多 就是 其实 就是 你在 SSSS Gridman 看到的余泰 其实 其实是 他本身的性格 那么 这个表现 其实是 一部分 其实是 是的 但是大致上 都看到 是 是那个人 是那个人 是的 但是 性格 没有大变 但是 他有一些位置 我觉得是 看到的细节 很好 为什麽表白 那么困难呢 除了 遇到自己 性格的问题 之后 所以 Gridman 觉得内疚 是有些原因 因为 是Gridman 有些少少 中间 这两个月的短层 好像 把那个 表白的时机 破开了 就是 因为 如果大家记得 Gridman SSSS Gridman 一开始 其实 陆花 有问过 失了益的 语泰 你那天 在课室跟我说 你是不是玩我 你现在是否假装 失益 你大概猜到 是什麽事 但是 应该是 准备 开口 那一刻 Gridman 就来了 结果 这两个月 就错开了 当时机 断了之后 还要 给我们 正直的 钢铁直男 Gridman 踢透了 踢透了 是的 他说 这条死仔 会跟你表白的 你等着来 你看着来 然后就走了 结果 令到他们的关系 气氛就尴尬得非常 尴尬非常 基本上就 令到 所以 再加上 愚太害羞 害羞者的性格 就更加难 找到时机去表白 那结果就 这个是 其实 在整套电影里面 他不多不少 用表情 或者是 一些 其他人的 那个 怎么说 一个行动来 告诉你 就是 其实 愚太 不多不少 是在介意 会不会 绿花 不喜欢的 那个 其实不是我 是的 是 Gridman的 结果 是的 应该说 愚太 他其实是有点 他有点 保留 就是 如果我跟绿花 表白 但是 是 录像现在 那个 那个 他跟我 朋友的原因 其实 会不会是 Gridman的我 而不是 现在原本的我 嗯 就是 因为现在 朋友可以说到 但是 这些都是 那两个月里面 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跟他表白的话 会不会 就是 他 他 现在还跟我肯做朋友 是因为有Gridman的我 所以他才肯跟我做朋友 然后 然后 这件事其实是其中一样 令到愚太却步的事情 而他在画面里面 是有表达给你看的 是的 他很明显 现在这个新的愚太 这个真的愚太 跟 内海和 绿花沟通的时候 很明显是 不是很顺畅的 有味道的 跟内海是 跟内海是平时 这个 应该这个就是内海 跟真愚太平时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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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模式来的 但是他和绿花之间 就是他会 他会 他会猶豫就是 我和绿花突然间变朋友了 但是我什么都不记得 就是 我怎么可以 和绿花说话呢 他对我态度很好 但是说了都是一些 我不记得的东西 那件事就 非常尴尬 那件事就 那他 所以 他 所以他 多了那么久才 才终于下定到决心 我觉得 他 这个细节 这些细节的描写 我真的写得挺好的 是的 还有 还有 另一些更加小的位置 令你知道真愚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是的 譬如 譬如 真愚太 是 是常常哭的 是的 是的 即是他动力一点就会哭的 是的 但是 但是 Gridman 如太 Grid太 是一滴眼泪都不流的 嗯 是的 然后呢 第二件事就是 Grid太 Grid太 他 因为他是钢铁直男 是 所以他被绿花看 他是不会 他不会面红 也不会避开绿花的视线 但是 真愚太 是会避开 是的 但是 我不知道是否 真愚太的特质 影响了Grid太 他也是会 即是那个视线 他也是会停留在绿花 绿花那里 那当然 我也想看他 但是 当绿花一看回头 真愚太就会 害羞到 避开所有视线 是 是 但是Grid太就会直观回头 是的 是 这个就是干脱直男 和害羞仔 是的 然后 还有很多就是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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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cy 看到 譬如 譬如 不 解放 嗯 是 以 致 第一次跟Gridman SS-Fashion之後 直到劇中他都沒有收藏過接觸器 但是Gridtie是要拿一個護盤遮蓋接觸器 這個就是真勇者御太 反而是Gridman有那個顧慮 要收藏過接觸器 但是真勇者御太是完全不理會的 我照帶著 還有真勇者御太還有很多很好的位置 有時發生零猶疑 零猶疑可以瞬間不要自己的命馬上衝出去 譬如你第一場就是 我明明不是Gridman 但是我是不是有些事情可以做 然後就想都不想自己衝出去 Gridman叫我 然後第二次 這個是我要做的事情 然後打完了 然後就跟內海在橋底那裡聊天 5秒 零思考 如果這個只有我才能做到 這個應該就是我要去做的事情 內海 零思考 但是 也是因為這場很喜歡內海 內海這裡 待會有補充 可以 是會令大家更加喜歡內海 嗯 對了 繼續說魚太 然後去到後面 去到後面 跟Gridman真正的相遇 嘩 你真的是聖人 魚太 那個胸襟是闊得 就是 魚太我真的很對不起你 我搶走了你寶貴的兩個月時間 嗯 然後就 但是魚太可以是什麼 但是這兩個月你過得很開心 是啊 很開心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就要來個 接受者的激獎 嘩 那一幕真的 第一次看是 我真的馬上想 哇魚太 魚太 魚太你真 你真是英雄啊 所以Gridman為什麼一定要是魚太 為什麼他會選魚太呢 為什麼他會選魚太呢 為什麼不可以是其他人呢 就是內海都說什麼 就是那時候 TV員那時候說 記得下次再來的時候 記得是跟他 跟他這個 什麼 就是選我 選他做這個 SSFresh 不會 不會是你 只能夠是魚太 只能夠是魚太 對 就是那個強大的精神力 那種癡人線的感覺 對 那個精神是凌駕於高次元的生命體 就是同一時間你可以看到人類的精神上的強大 同一時間你可以看到魚太是一個瘋的人 就好像武藏和高斯一樣 就是高斯都會生氣想打敗這個卡爾斯頭部 但是武藏就說不會 我們選擇原諒他 嗯 就是真正的溫柔 真正的勇者 真是勇者來的 魚太 還有那裡有一件事 是很棒的 魚公監督就是說 我寫魚太 我寫魚太 但是如果我在寫魚太的時候 我可以怎樣寫它呢 因為 新角色是魚太 但是 你說如果 要寫 魚太影響到Gridman 那魚太一定要有一些東西 是比Gridman更厲害 那 然後 那 我唯有把魚太寫到 他是癡人線的Gridman 嗯 那 結果現在出來了 魚太真的 真是瘋過Gridman 嗯 在不要自己這條命方面 在英雄性方面 還有 在精神上 都是瘋過Gridman很多 但是同時 一個反差就是 但是他會為了 就是 他會 因為 要跟喜歡的女生表白 而猶豫了 整年 嗯 對 這個就是魚太的反差 但是 新角色的魚太 在兩個小時之內 寫到這樣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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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 那魚太的呢 那魚太的呢 沒有啊 我沒有那時的記憶 然後後面就 Gridman就 Gridman就馬上 成一個醉 醉夠感 嗯 嗯 如果小說版有個描寫很棒 如果青春期的兩個月的記憶是一個寶物 奪走了這個寶物的是不是應該叫他做罪人 然後他寫這段描寫的時候 就是Gridman倒下頭 很內疚的一幕 他在小說把Gridman寫作 Gridman是搶走了一個寶貴的兩個月的罪人 多厲害 他夠膽這樣寫Gridman 也是因為這個罪狡感 才被暗黑語監督乘機移入 然後還有一個可愛的地方 就是跟比亞內海 你哭臉很棒 讓內海玩他那時候 內海就變成了吳曼達 突然沒有了 快快快快 說什麼 不要走 塞不好 進去了 然後他就閉上了 你看不走 是不是失去益了 失去益了 沒有事發生過 然後就沒有事發生過 綠花 Dick the Ninjas 你說不可以 沒有失去益了 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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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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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face Surface 然後就 中間被綠花突襲的那些 在泳池那邊聊聊天 然後就突然踏著手上 然後就說 他...他的手了 是不是不洗手了 應該是 所以之後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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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拼了他的手之後 小說版有寫 阿魚太在那裡 為什麼拼了我的手啊 然後 然後 這個 預錄最強推的 阿Max 是... 在那裡 其實是立刻挖住了阿Max 你怎麼拼開他們兩個 這麼... 這麼難得的機會 你怎麼拼開他們兩個 弄我了 對啦 不知道為什麼阿Sat... 阿Max 在這個... 馮夢是 超級絕對的...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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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權人 但是來到預錄 就不知道為什麼專家破壞 嗯 哈哈哈哈 哈哈 對啦 然後還有... 欸... 欸... 最後段的那些 就是那些害羞的位置 又有啦 就是那些... 喂... 喂... 但是他們兩個好像還沒拍拖的喔 然後就... 阿咯啊 不要再說這些啊 快點走啦 對啦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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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走 快點走啊 那些位置 很棒 不要再說這些 哈哈哈 嗯 對啦 還有就是剛剛提到 就是... 因為要表白 然後緊張 又沒有想要在哪個位置表白 結果就是... 不自覺地丟下了綠花 自己一個人快快步走走 但是綠花看到他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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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泰很可愛啊 然後就跟著他 就是... 這些位置就是... 這些... 微小的位置就是寫得很好 嗯 對啦 還要... 就是... 怎麼說啊 就是余泰那個... 那個... 那個... 就是余公監督那個反省 反省到這樣的地步 就真的... 就是你... 你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說的了 我覺得是 嗯 哎唷 就是... 余泰是寫得很好的 但是... 是兩個小時裏補完一個角色 對啦 兩個小時他寫完了 你分得很清楚他跟Grid太是完全是... 就是他... 兩個人來的 是有些... 有些東西是... 計成... 就是你知道Grid太有些東西是來自他 有些性質是Share的 但是有些東西是... 只有余泰才做到 對啦 有些東西是真的... 真的很不同 然後你也會很喜歡真正這個余泰 所以是很厲害 我真的寫得很厲害 真的寫得很厲害 真的寫得很厲害 還有就是... 怎麼說呢 突然間忘記了想說的 你會很喜歡語泰 因為... 其實你說就算是新角色 然後你集中去寫也好 你還有其他那麼多角色在這裡 你要可以寫好語泰其實是難事來的 對 是難事來的 但是他做到 嗯 對啦 還有就是... 對啦 只要去到六花級數的余泰... 的檢定... 的... 段位的話 你就會... 一眼你就會分得出 哪個是Grid太 哪個是余泰 嗯 這個... 其實我忘記是那時候訪問 還是有點類似設定的 嗯 那... 其實都不是類似設定 其實這些都是粉絲之間說的 但是你在... 微細的描寫裡面 你會看到... 就是... 其實原本六花第一集... 即是... SSS跟Gridman的時候 其實第一集... 一開始呢... 六花跟余泰的距離是很接近的 嗯 是當余泰開始自己說 我失憶了Gridman 這樣的時候 又拉開了 六花是突然... 你會看到六花是突然間... 後退了一大步 是拉開了整個距離 嗯 然後呢 其實... 然後再加上... 六花的角色歌 嗯 那... 那... 六花的角色歌其實是... 講了給大家知道 就是... 就是... 月泰一直看著六花 然後... 其實... 就是... 當你... 看著深淵的時候 你要知道深淵都在看著你 你不看你 你知道我看你啊 那...而六花呢 其實一直都是看著... 就是一直都是... 刷角到月泰的視線 而且是看著月泰的 嗯 然後到最後他就是... 就是... 當月泰看了那麼久的時候 他就是... 我開始... 有勇氣去知道... 想知道你究竟為什麼要看我了 我會想知道答案 然後就在他想知道答案那一刻就... 他永遠就來了 欸? 欸? 這個在哪裡? 你是誰? 我是誰? 蛤? 我在你家外面躺下了? 蛤? 為什麼? 我和你什麼關係啊? 然後就這樣的時候 那... 六花呢是... 因為透過長期的余泰觀察 這個是粉絲的推測 那六花在透過長期的余泰觀察 在余泰一醒來 那一刻就感覺到這個不是余泰 嗯 這個不是余泰 然後就... 然後就拉開了一個距離 嗯 這個是粉絲推測來的 但是你看回... 重新看回《跳衣版》的話 你就會發現... 六花感覺... 就是... 那些粉絲這樣去推測 六花呢 不是沒有理由的 然後再加上《Gridman Universe》 余泰的描寫 你就會發現... 對啦 不是啊 這些真的是六花才能察覺到 嗯 我們還沒看《Gridman Universe》之前 我們不知道余泰是這樣的 但是六花已經知道 這個一定不是余泰 嗯 那個說服力是增加了 但是這個是推測的東西 就是... 你當是花邊東西 沒有什麼可信性的 但是... 是有根據的 是推測來的 有根據 但是可信性不是特別的 就是... 看你怎麼看 有鬼性的資料 對 因為不是官方說的 但是... 你可以聽聽 你會發現是有一個... 的... 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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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 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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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其中一個羽工監督 其中一個羽工監督 創作方面的羽工監督 那另外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 我又想起... 那個阿倩在TV... 在床上扭著扭著的時候 是羽工監督 一直在扭著 不要... 不要再說了 不要再看這件事了 好嗎 最後阿倩起來了 都是羽工監督 羽工監督拍了... 試了一個鏡頭之後才到... 這個... 真人版才拍 是的 那... 綠花就... 除了創作方面之外 你會看到綠花的成長是很大的 嗯 Universe裡面 首先他跟內海的那個... 那個... 其實不算爭執的 他們真的在那裡聊天 然後聊劇本 然後大家在那裡爭吵 爭吵到火氣的時候 是會... 是會... 唉... 我們... 咕一咕一咕 先找個妥協點 因為TV的時候是... 我們... 解散吧 這樣嘛 嗯 但是這裡就是... 就是... 我覺得... 那個... 老母那個... 由老母那個角度看過去 那個觀察幾好 欸...你們沒有變喔 不是喔... 你們變了喔 嗯 就是... 那樣東西我覺得... 捨得幾好 有很多都是... 怎麼說 跟TV版的呼應 但其實... 有東西是變了的 有東西是變了的 有些處事位是... 大家都成熟了 是... 是... 其實六花是成熟了很多 嗯... 就是他沒有再... 那種... 細... 因為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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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 Great Man Universe裡面 他自己都說 我是外表... 網絡好像很大 但其實我還是一個... 死靚妹來的 嗯... 然後... 在TV版的時候... 其實也是 他在... 有些地方... 他會很... 細毛裡的 嗯... 阿線是我朋友來的 人家不想這樣 嗯... 但他做怪獸喔 但這件事喔... 很多人會死的喔 你不是不跟他戰鬥啊 我常常說戰鬥戰鬥... 我們現在只可以戰鬥啊 你都只想打架而已 嗯... 經常想打架... 經常想打架解決殺死的 不是啊... 我們還是會死的 是嗎 又莫得不打了... 我不理我... 我不理我... 現在不會... 現在他不會... 即是... 現在就... 喂... 內海你都是想打而已 什麼啊... 那你也是舞台來的嘛 當然要有打 不是啦... 要多些人間戲 要多些人類心理氣 要多些人類心理 要多些探討心理的嘛 喂... 不是喔... 那你不夠娛樂的嘛 那怎麼辦呢 然後就... 咬一下咬一下的時候 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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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成長位就是... 他最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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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泰跟他說 咦... 這份劇本... 我看完... 喂... 很好看啊... 但是... 為什麼沒有你想寫的東西呢? 哦... 我丟了啦... 呃... 大家講完... 我想寫那個位置... 他想寫新條線... 因為他要基於他之前... 遇到Gridman那些事... 就寫這個劇本出來嘛... 那他就說... 本身最想表達的就是... 新條... 啊... 新條... 那部分... 但是... 結果... 大家都說這個位... 哎... 不真實啊... 不太誇張啦... 也都... 不如... 接受這個位置... 加... 觀眾... 加多些打... 或者加其他東西... 去娛樂大家啦... 這樣... 結果... 最後他真的妥協了... 就是那個位置... 那... 當然... 余泰不是未宜... 但這裡都看到... 喂... 他妥協了... 他懂妥協了... 那這個是... 對於... 綠花... 或者是... 他... 背後的那個... 你講到這裡... 我想是有件事要說的... 就是... 如果余泰跟綠花... 怎樣不配呢... 就真的... 就是... 大家那個... 那個... 余泰那個... 著眼點跟... 綠花的那個... 著眼點... 是不時都有... overlap的地方的... 嗯... 就是... 余泰都說... 阿新條線... 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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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寫得不錯... 但那個就是... 綠花最想寫的位... 嗯... 就是... 就是... 那個... 頭腦的波段... 重合到的... 就是... 他們就是天生一隊來的了... 嗯... 是的... 而且... 如果你說這件事... 有另一件事就是... 因為綠花是... 不會講自己內心... 那一面出來的人... 嗯... 又或者是... 他... 為了要掩飾自己的內心... 他會繞一個很大的圈... 嗯... 他會繞一個很大的圈... 然後... 其實... 有時候你是不會抓到... 他那一刻想要的... 那一句是什麼... 但是... 因為基於羽太... 是一個... 極度之天然的... 的... 綠花殺手... 嗯... 然後... 他往往... 會在綠花最想不到... 的時候... 會用一個... 綠花最想不到的方式... 講了... 綠花最想要的... 那句話出來... 嗯... 但是... 當然... 前提前面... 會先激怒了綠花... 但是... 在激怒完綠花之後... 他會在... 綠花最想要... 的... 那句話... 那時候... 他會講到出來... 給綠花聽... 嗯... 或者... 在一個... 綠花想不到的情況之下... 講給綠花聽... 所以... 這件事是... 天生的... 只有... 就算是... 這個... 突擊才能突破到... 綠花的心腹... 嗯... 對... 是... 這是... 是... 這是天生一對的... 所以... 是... 不可逆... 綠綠... 宇宙真理... 沒錯... 宇宙真理... Gridman也是這樣說... Gridman也是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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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還有綠花就是... 有些就是... 雖然他不會表達他的內心 但這次是唯一一次他比較有直接地表現他的情緒 就是... 就是當魚太離開了那一刻 然後他忍耐不住 終於爆出感情爆發 終於都在正式的影像作品中 第一次叫魚太的名字 然後再後補到他就是 喂!你跟我猶豫一下行不行? 嗯 真的沒有東西值得你猶豫嗎? 真的 那一刻魚太要跳進去 Universe那裏要跟Gridman 會有這個喪失自我的 耳機 但是魚太想都不想的 就跳過去 所以六花就... 喂!你猶豫一下 然後最後大叫魚太的名字那裏是... 是... 是幾... 幾感動的 那裏是... 怎麼說呢? 你是... 因為六花在TV版裏是沒有試過這樣的 就是他去到什麼時候都好 他都是... 極其量就是... 就是... 他連魚太... 就是戰鬥完平安回來 他都會扭扭扭扭扭扭 他還是說了第二句 然後去了第二部 嗯 就是講句多謝... 就是講句多謝... 之餘其實他是很慶幸魚太可以平安回來 打完之後好像是... 第3集 對啦 安慈權第一次出場的那一集 對啦 很平安回來 但是他還是扭扭扭扭扭扭的 啊... 啊... 那裏是... 那裏是... 應該是給我一點時間 我猶豫一下 不是 是香港譯錯 譯錯 譯錯 那句是六花說 你跟我猶豫一下行不行啊 OK 好 字幕就寫在這個底 應該是... 應該是... 話語太... 不猶豫那件事 OK 他是說語太... 他是說語太... 你可以猶豫一下 不要... 一支箭地衝出去啊 嗯 是的 但是... 其實六花那裏都有扭令的 就是... 他雖然這樣說 但就是因為語太毫無猶豫的那個... 那個... 型... 那個姿態 就是... 他對於... 他那個正義感就是這樣 就是... 他才喜歡語太 這個就是他那個扭令的地方 他... 很想... 叫停語太 但是他不... 他知道不可以 而且... 他也都... 如果真的成功叫停了 就不是他喜歡那個語太 可以這樣說 嗯 可以這樣說 嗯... 然後... 所以他才在語太離開之後 他才... 好... 就是... 自己... 跟自己這樣說 就是... 你... 你跟我猶豫一下行不行啊 這樣... 那一刻是你會看到... 綠花的情緒是有爆發出來之餘 但是他也都還有... 留回那種... 那種糾結在那裡 就是... 我是... 不想語太去的 但是... 逼於無奈 或者是... 基於語太的性格之下 你是... 我是不可以不讓他去的 嗯... 所以他只可以把那個擔心 就是在語太離開之後才... 自己說法出來 那... 那一刻是寫得非常好 嗯... 寫得非常好之餘 還要是... 這個我們... 那些粉絲有討論過的 就是... 如果是Grid太的話呢 應該是會停下來的 嗯... 是啊 就是... 如果是Grid太... 聽到... 綠花大喊 羽太... 這樣... 的時候呢 Grid太應該是會停下來的 這個在TV版裡面是有試過的 是 就是... 就是... 綠花在... 羽太離開戰鬥之前叫停他 然後Grid太是會停下來的 但是... 那個情況是緊急的情況之下 但是... 現在羽太是... 完全不理 直衝 這個就是羽太 叫叫不停消息 這個就是羽太 這個就是真羽太 嗯... 就是... 因為... 有說過的就是... 不寫綠花想什麼 這個是... 特地的 嗯... 因為... 因為... 不寫綠花想什麼 你才可以... 嗯... 在... 在... 遇到羽太那邊的那個情況 然後... 然後... 因為... 因為TV版也是沒有寫過 綠花想什麼 所以才有... 綠花的魅力出來了 所以他說... 這次也是特地沒有寫 綠花在想什麼 但是你都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 不同的... 不同的情況之下 你都可以看到... 因為... 綠花其實是明顯了很多的 他... 在Universe裡面 他的表情是... 你是知道的 就是... 就是... 那些... 吹雨泰那些... 就是... 就是... 打千秋吹雨泰那些 喂... 快點啦 快點啦 等著你 給你了機會 快點來啦 快點啦 想問那個... 應該在那個... 怎麼說走廊那些... 在聊劇本的 問他... 你是否看到那裡呢 其實是不是... 是不是有些試探的 還是沒有的 那裡沒有的... 那裡沒有的... 我們看上去覺得... 那裡看上去就是試探的 但是其實沒有的 真心問那個... 孤獨波鞋好不好看的 是啊... OK 不... 應該說有時候我們觀眾都高估了綠花那個... 那種心聲音啊 都捨得了 因為我們覺得綠花是很有... 即... 不是說很有心機的 但是我們會覺得綠花是... 很敏感的 是啊... 會有很多... 很敏感的 是啊... 但是其實綠花好像他自己所說 其實他是一個小妹來的 即...他其實沒有想那麼多事情 有很多時候是我們... 我們... 他外表是JK而已 但是他內心是小弟弟的 即是我們用過... 我們用了第二個... 用了一個... 比較... 上帝視覺去看就覺得綠花會不會是在想那樣的 有些圓外之音那樣的 在問一些東西的時刻 但是其實不是 是 但是其實不是 不是... 因為我們在語態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我就覺得他那一刻好像是... 有些圓外之音那樣的 我被顏色穿了 對啦... 但是當然... 那... 但是當然什麼的... 即是... 即是... 綠花也有綠花... 他會... 有... 即是... 耍心機的... 的一面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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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聽說 哎... 算啦 即是... 即是... 算啦 不要說我啦 啊... Hibikun你... 你... 你怎樣啊 那會好受連常歡迎的 喂... 喂... 你... 你才是似受連常歡迎的 接著就就開始... 開始在那裡... 引... 引預態啦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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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不要... 我... 我... 沒有說什麼... 大過我... 小過我... 都沒有興趣 即是... 大過我... 小過我... 我都沒有興趣 嗯... 即是... 即是... 你喜歡... 即是... 你喜歡的是...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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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啦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快點來啊...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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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說啊... 說啊... 哇... 妖怪啊... 肥老闆啊... 不是... 安奇君都... 挺懂得選時間的... 是... 不是... 不是安奇君懂得選時間的... 是安奇君只可以在那個時間出... 這個就是... 要是那個... 跟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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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波動... 跟玉泰的愛啊... 但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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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波幅最強烈的那一刻... 他才有機會打得穿夢場啊... 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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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著Greedman的... 是的... 不是... 第一次都是... 第一次是想著六花... 因為是保健三嘛... 第一次... 第一次是想著六花的... 但是... 但是... 那麼多次裡面... 有一次是想著Greedman的... 是的... 但是基本上都是因為... 要是對六花的愛... 然後... 啊... 安奇君才有機會進來... 是的... 這樣... 我覺得... 還有兩個位可以說... 就是他最後... 其實寫完那個劇本... 最後都是... 演出的時候都是... 一批的東西... 但是... 到最後... 或者說... 至少... 完全... 都偏離了他想寫的東西啦... 但是... 他最後的反應都是... 亦都是愚公監督... 的想法... 大家看得開心而已啦... 是的... 這樣... 最重要是大家看得開心... 這樣... 這樣... 那就傳達不了你的想法啦... 那麼... 大家都有笑容啦... 都不是一件壞事啦... 我努力沒有白揮到的... 是的... 所以他是愚公監督的... 所以... 所以... 你喜歡六花的圖書... 你都喜歡部分的愚公監督... 你喜歡阿仙的圖書... 你都... 嘩... 那你喜歡愚公監督... 所以... 最佳佳就是追了愚公監督... 那愚公監督的創作... 我是喜歡的... 是的... 是的... 即是這個... 這個愚宙巡邏... 是的... 露露子都好看的... 是的... 我們是... 我們是來破壞大家... 大家... 細心看著... 那個愚公監督的... 你以為你喜歡的是綠花... 你以為你喜歡的是阿仙... 你以為你喜歡的是阿仙... 你喜歡的是愚公監的... 是的... 大家... 以後看著綠花那個... 含羞搭搭麵紅的樣子... 你就是愚公監的... 哈哈哈... 你不要傻啦... 那個... 那個... 那個表情是別人負責的... 這個...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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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後表白... 他不是他想著寫的嗎? 表白的那一段呢... 不是他... 他沒有想著寫... 是... 他是扔給其他人寫的 他說這段我不寫了... 給其他人... 超級 是的... 然後就... 然後就... 去了這個... 呃... 人切... 不是人切... 就是這個...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分鏡或者是... 衣服... 衣裝... 擔當的... 啊... 是不是叫中邨尤美子呢? 那個...那個...那個... staff... 啊... 總之是... 中邨小姐負責寫的那一對... 嗯... 哦... 是的... 即是... 表白那一段不是監督性的... 不怪都... 都...都...都... 很少女情... 我心想到監督性... 不是啦... 我只想著... 那段sweet都不像是... 是的... 超級到... 超級到...超級有少女味... 是的... 哦... 那...監督性都很少女的... 監督性都... 經常都做到的... 對... 但是... 那段... 那段... 就是少女漫畫劇情的... 所以... 所以... 是... 是... 給其他人寫到... 都... 真的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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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大家想要什麼... 然後... 然後到最後... 薪條都只是跟她輕輕接觸一下 那... 那就... 大家都意會了... 而觀眾... 他們真的可以什麼都不說... 但是大家都... 都知道他們兩個想... 想跟對方表達什麼... 是的... 那個... 都是很厲害的 因為那段其實是... 有計算過的... 當然沒可能沒計算過... 因為... 阿線的回歸... 其實如果你是粉絲 你是不會想他回歸的 你想看他出場 你會有一個很矛盾的心理就是 我想看阿善出場 但阿善回來了 整件事就破壞了 是不可以回來的 結果阿善是打破了那個規則 打破了那個約定 他回來了 但是他回來了 最好不要跟他接觸 他回來了 他是打破了 不要回來這裡 但是他沒有打破了 不要見他 其實他回來了之後 他是沒有直接跟六花見過面的 然後也只有六花在遠處看著他 然後他沒有跟六花對話過 其實阿善仍然到現在都在遵守跟六花的承諾 這個是 六語攻監督 他們在要出阿善的時候 他們是 聽好過 這個是一定要 遵守的規則 另一邊相 你用了力量阿子 你用了力量阿兼 另一邊相 隔了那麼久了 不要再看這件事了 好不好 這個是那個 那個 守則 而如果不遵守這個守則 粉絲是會暴動的 他們都自動 所以這個是 但是大家也想看 看到六花和阿善 即是 過了半年了 那麼六花和阿善 如果他們兩個見面又會有什麼 即是會有些什麼 會說些什麼呢 那麼答案就是 不說話 是的 不不說話 是的 而大家都知道就是 如果我們一旦開口的話 就會 全部都說出來 這個是不 即是 六花就是 如果我一開口和她說了話 我就會叫她留下 但這個 我是不可以做這件事的 不可以 結果兩個都是沒有說話 然後就 但是都 讀一讀她 就是阿善就告訴六花 就是一直 一直會在你們身邊 沒有忘記到你 就是 大家都明白 我會看著你們的東西 就是 這樣表達了那個友情出來 那你就知道 這個位是 當然是 羽工監督他們想過 度過才可以做到一個這麼好的位 所以真的是 六花是 無論作為這個羽工監督的 投影 或者作為 作為 她自己的角色本身的成長 也是很好的 還有 這次負責一些搞笑位 我也很喜歡 兩次搞笑位 我也很喜歡 兩次搞笑位 我也很喜歡 在過往的戰鬥 嘩 整班人一起衝出來 你讀出來 不行的嗎 又不是 就讀吧 就讀吧 看就行了 為什麼要讀 你要讀出聲 不行的嗎 然後 然後 還有一些 我先洗澡 嘩 嘩 嘩 那個音樂好像小聲 我真的很喜歡 是不是 表情很棒 表情和叫聲都好像小聲 真的很棒 大家見到 二刃三刃的時候 留意一下 錄一些表情 嘩 嘩 嘩 然後就嘔 把我借我的 行動電源給你們 行動電源給你們 行動電源給你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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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三次都是阿Max 是 三次都是阿Max 你不知道為什麼阿Max 變成了認真搞笑的角色 雖然他本身也是 那時候真的很好笑 是 這樣吧 然後 然後 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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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朋友 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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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兄弟 對 大家看預告的時候 大家看預告的時候 聽到阿朗他說 又是裕泰呀 這次又不是我呀 這樣 我想這個意思 不是他那樣東西 不是Complex那樣東西 而是他真的很擔心裕泰 是的 你看之前你會覺得 萊海是否會有什麼妒忌 誰知道原來不是 你一進去 他真的非常擔心裕泰 為什麼又是裕泰 我不知道是否跟TV那個 被阿倩 被戒斗捅完之後 是很深刻的影響到他 就是因為裕泰做了Gridman 才會被阿倩統 即是會有生命的危險 是的 然後萊海一直都很介意 其實某個意義都很介意 裕泰再次成為Gridman 即是再次投身在這個危險裏 是的 萊海整個就是什麼 就是他那一段 他那句又是裕泰 其實就是出自於就是 為什麼要他面對我這麼殘酷的命運 就是我又要看著裕泰去戰鬥 我站在旁邊 這樣 這樣 因為這個是很棒的地方 就是如果有看完小說版的話 嗯 因為 其實我本來想留下最後小說版的環節 先講 不過現在講了都沒所謂 就是小說版呢 其實有講到 阿倩海在整件事完結了 即是TV版的事情完結了之後 其實他是每一晚都發惡夢夢 到娛泰被阿倩統的那個畫面 這麼可憐 真的有很多很大精神壓力 是的 他是每一晚都發惡夢夢到娛泰被阿倩統 然後他是很害怕 娛泰再受傷 或者娛泰再遇到生命危險 所以當Gridman一回來 他第一下 就是他第一下是興奮了 之後他就馬上轉回 就是說 為什麼又是娛泰 就是 你又要娛泰 娛泰可能會再一次經歷 要被人捅捅到會就死 為什麼要娛泰再一次經歷這個危機 為什麼不是我去代娛泰受傷 嗯 是啊 小說版是寫成這樣 來海那句 那句 為什麼不是娛泰包含的感情 為什麼又要娛泰再去受傷 不是英雄的complex 是啊 他是說 為什麼 為什麼我不可以代娛泰 去做這個位置 我代他受傷 令到他不用受傷 嗯 嘩 然後我看消息 那時候消息版一出一看 嘩 神經病 好兄弟 真是有內海做兄弟 真是 真是 一生何求 是啊 然後 但是 內海的 沒有辦法去代娛泰去戰鬥 然後就 那 就唯有履行自己的承諾 這個也是內海的成長 就是 如果是以前的內海 他又會 他又會 喂 為什麼啊 為什麼又是娛泰 為什麼不是我啊 我想做英雄 然後就 或者是 或者是 本屁 那樣就 有娛泰可以啦 然後 但是他現在不是 他知道了承諾的重要 還有 陪伴的重要 就是 作為朋友陪伴在娛泰身邊的重要 所以他就 我就不再擔心你 但是我會陪在你身邊 對 但是我會一直陪在你身邊的 嘩 支持你 即 你不知道小說版的描寫 你只看 劇場版一定是夠的 只看劇場版 你都已經感覺到內海那個 好兄弟 那個好兄弟 還有那個成熟 他真的一直有履行 即他會履行他 他的承諾就是 我一定會 作為你的朋友 一直在你身邊 支持著你 朋友來自你 一起抓 對 支持你的 然後就 當你看完小說的時候 你感覺到 嘩 外海那個好兄弟 即 還要再加上 他對於英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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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呢 我不可以說他幼稚的 但是實際上 是 一個幼稚的英雄 對於英雄的一種幻想 就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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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太 比阿倩 重 就是他自己 是覺得這樣的 然後就在那個 惡夢 每一晚又發惡夢 然後再當 Gridman來到的時候 然後他又 就是很 很懊悔 就是 為什麼我 不是我 但是在懊悔 就是很快 他就已經拋手了 就是 我沒有辦法代替 優太的話 我就一直留在他身邊 我支持他 嘩 就是 就是 你記得TV版的東西 你在那一刻 你就會 感覺到 來去那個 那個 那個友情 是多麼 多麼 令人感動 多麼高潔 真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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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 苦虜中 怎麼叫八鬼真 又捧著他 因為他不明白什麼是舞台劇 的時候 我陪他一起看特少舞台劇 所以是 他是他逼宇大看的 你應該要 應該要 看一下什麼 是真正的舞台劇 是 宇大 宇大 但是知道對方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 就是 你看超人 你看超人舞台劇 我不喜歡的 但是 一起看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但是一起看 然後到真人那邊 那邊 內海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是 你去看 你想看 就是你讓不了六塊 陪你看 你這麼慘 那 那 真的 真的好朋友 整個feel 所以 內海 是 會 現在 是會很喜歡 都是會很喜歡的 嗯 然後還有 我和黑石的 的朋友 是 是的 是的 那麼 這裡 那麼 那 有一件事很特別 就是宇公監督有特別提到的 就是說 有人問他 這次有沒有對 聲優有什麼特別的演技指導 然後就 沒有啊 我們一向都不 一向都很把演技 是交回去給聲優 他們自己發揮的 但是呢 我們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大家不知道 是否經歷了一些時間 開始對於這個角色 那個掌握有點不同 那麼呢 他們有時候 會自己做一些改變 一些特別的改變 就是譬如 然後他就來了 例如 阿哈斯 鬼頭傘 那樣呢 他跟內海那一幕呢 呢 那個聲線呢 比起其他 場口呢 是特別溫柔的 嗯 然後就 當時我們看到那裡 嗯 我們都點了一口 嗯 是呀 沒錯 嗯 但其實他們兩個還沒有拍拖 但是 但是我們個個都當他們 已經是 已經拍拖了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們兩個 是已經 入了一個蜜月期 就是已經過了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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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怎樣說呢 很動盪 很掙扎的時間 接過了表白的 不是 他們已經過了 剛剛在一起的階段 已經變成一個 穩定 老夫老妻 是老夫老妻的穩定期 在我們的角度 在我們支持者的角度 然後為什麼他們兩個 會變成這樣呢 這個跟總編集的 廣播劇有關 嗯 就是 Gridman總編集的 廣播劇裡面 就說 他們 去唱棋 去唱棋 就是在 這個 高中一年級的 最後一天 他們去了唱棋 然後他們兩個 其實是罵了一場交 就是 阿哈斯 就是很 怎樣說呢 又揹著阿善 那樣東西 很 很 大條根 就是很少 很 很沒有 很沒有顧慮地 就踩了進去 內海的 地雷 對 因為內海那時候就是 剛剛阿善離開 跟Gridman走了 然後他就處於一個 就是 有幾個 很重要的朋友 就離開了我們 然後他是有些 症狀 情緒是有些症狀 然後阿哈斯 就不停 追著他 就說 女朋友啊 被人飛了 不緊要 不緊要 很快就可以過到的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 很 沒有考慮過內海的感受 就不停在那裡 踩著內海的那條刺來講 然後內海就 就忍著發火 就罵了他 然後最後 阿哈斯 就 見到內海發火 都跟內海說 都跟內海說 深刻反省 因為我 我是 不太懂得看別人 那個 面色去 說話 所以要戴著口罩 然後我又 因為我不懂得跟別人說話 我先戴著口罩 就希望這樣 直此可以 掩飾到我 不懂得跟別人說話 或者是我 因為要戴著口罩 遮住了自己的臉 那我才可以 夠膽跟別人說話 但是 還是會 不小心踩上別人的地雷 然後就因為 由這一場吵架 開始 內海就說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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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 我也 小器的 即是 即是 你都不知道我 發生什麼事 其實不關你 是我的 情緒 不是很穩定 罵了你 一番 然後就因為 這一場吵架開始 然後他們兩個 就 走近 即 叫作為朋友 是走近了 嗯 然後就經過完 那半 即是在這裡開始 然後有幾個月之後 就去到這個 Gridman Universe 正編的時候 就已經變了一個 老夫老妻的狀態 是的 那包括 那包括 即是在這個 在這個 小說版裡面 他們在那個 板球中心那裏 那裏 他那個描寫那裏 是說他們 在這幾個月之間 是去到一個 什麼的 的關係呢 是 例如 每一次看到 萊海 用那些 Turbo 產品的時候 你呀 喂 Turbo 前輩 你整天 就是 拿一些Turbo 東西出來 什麼呀 你是不是Turbo 社員來的 然後 萊海看到 Huss 就是 挑染了綠色 然後他就說 蛤 挑什麼染啊 無緣無故 做什麼呀 用來做直播用嗎 你把自己 變成綠色 那樣 但是 說完這句話之後 大家最後說 雖然 雖然 你經常拿一些Turbo 東西來 不過都幾搭 然後就 萊海說 挑染 都幾適合你 沙發槍 糟糕 玩 就是 他們兩個 是變成了一個 這樣的關係 就是 因為 大家互踩了 大家的地雷之後 就 反而就 走近了 走近了 但是 現在是不同班的 嗯 而且 他們兩個明明 會私底下 會約出來去玩 然後 但是 他們兩個就會看著家裡 旁邊 自己的朋友 他們兩個 就是 余泰那個死仔 還未肯表白 嗯 就是 你會變成那個對比 就是兩個都是分開了不同班 一個會私底下 約出來玩 一個就拖了幾個月 都未表白 這樣 是 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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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派很多 大陸 這樣 那 差不多 然後 萊海 差不多 但是 還有很多細節位都很棒的 嗯 就是 跟雙馬尾特別有緣分 絕對 不是某個雙馬尾作者 混了一些 私貨進去 是 Great Man Universe 本身 就已經是萊海 跟雙馬尾有緣分 是 當然 這個 某個雙馬尾作者 也都 看準了這一點 沒錯 是 他有提過 這樣就 不說了 還有另一件事 我很喜歡萊海真兄弟那些地方 是最後 兩個位 就是 就是 被馮 被馮 取笑完之後 然後 萊海的表情是很棒的 就是 馮夢說 喂 但是他們兩個好像還沒拍拖 蛤?不是啊?你說真的嗎? 然後 如太是 你快點走 然後 綠花就 臉都紅了 那時候 萊海 是 是 很開心地笑 就是萊海的表情是 喂!對了!說多一點 喂! 對了! 說多一點 他兩個 你不告訴他們 他兩個 一直都是這樣 說多一點 嗯 就是萊海那個 那個 就是 這是好兄弟才會有的表情 嗯 是特別正的 然後 最後就是 啊 余太跟萊海說 萊海 我要去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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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就是 給他一個強心針 那一下是 嗯 超正 真是好兄弟 萊海 現在很喜歡萊海 嗯 那但是 現在萊海派都分開三邊 噢 是啊 萊海派有 萊海波拿 萊海赫斯 噢 然後還有萊海姿勢 但是萊海姿勢 就是 這個是 encouraging 萊海的 這是 萊海之勢 就好像御太派現在都分開了三派一樣 是 御六 御太派是有四派的 正確來說是 御六 御grid 御六 御grid 御逢 是 然後第四派不是有情的 是受害者與犯人 是 就是夢牙和御太 犯人是夢牙 受害者是御太派 小聲又被一盡 是啊 好啊